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个现代人 宁毅多次使用现代的技术来帮助苏唐儿布行的生意 布行开业的前一晚 布料赶上狂风暴雨再加上库房屋顶漏雨 所有的丝线布料都被淋湿了 第二天人们慕名而来 但苏唐儿看着寥寥无几的布料 不禁心生绝望 结果宁毅在众人面前将沐云纱抛了下来 买家们迫不及待要买 宁毅在此时宣布只要参加他们的活动 最有机会免费得到这些沐云纱 宁毅模仿拼叨叨的活动 让买家们邀请好友前来砍价 大家纷纷去找朋友来帮自己砍价 人们崩拥而至 苏唐儿的开业仪式也圆满结束 大家都领到了心仪的票号 纷纷满意而去 就此也没有人再吵着要当场买到这些布料了 拼叨叨停车为会员加盟 外卖 较威亚 爆冰 面膜 这些现代因素几乎在每一集里都会出现 有一些观众会觉得这些反差机灵倒下 但有一些观众会觉得 在男主的衬托下 编剧把女主写得过于笨拙 说好的擅长经商的人设 却次次 需要依靠男主摆脱难题 而这也是和原著里 女主聪明独立的人设大相径庭 让一些原著党无法接受 其实本剧引发争议的根本原因 就是剧集和原著之间的巨大改变 原著小说作为一个男评后宫文 受众读者大部分是男性 但改编后的甜宠 新喜剧 受众群体变成了以女性为主 这种割裂感引发了两者的冲突 虽然追剧党不断批评原著里男主 有七个老婆的事实 但有原著党指出 原著小说里最核心的部分 并不是被抓着不放的一夫多妻 而是宁毅在女真入侵的时候 依旧挺起脊梁 带着朝廷妻子与女真人周旋 然后为了望年之交 在满朝文武面前杀了皇帝 又打破了女真人万不可敌的神话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封建社会 看到了民主的初心 同时原著党也对改编后的剧集 极其不满意 首先就是男主宁毅的人设 小说中的宁毅沉稳低调 无论有何非议 从来不与人争论 以笑而过 从来不轻易公开露面 直到苏家交易大难 才不得以低调出手 而剧中的宁毅 仿佛是为了郭麒麟这个演员 而重新制作的另一个人 机灵调皮 搞笑高调 和现实生活中的郭麒麟 没什么两样 此次原著党提出 剧中智商骤降的女主 也和原著不服 原著作者在小说里 画了很多笔墨 描绘女主 在宣扬家国情怀的同时 也在歌颂女性 另外让男性原著党 最崩溃的是剧里第三集 出现了一条原著里 完全没有的剧情 那就是男主的难得学院之语 宁毅因为去花楼 被女主罚去难得学院反省 学习如何做一名 贤惠孝顺 持家爱妻的男人 这里还有各种烹饪 缝纫 育儿等 持操客 这种反讽 无疑是给原著党的 一起打脸 但让非原著党 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是 原著的作者 《愤怒的香蕉》 曾公开表示 他写坠序的时候 根本没考虑女性读者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 母观众女读者 并且有网友 翻出《愤怒的香蕉》之前 一些对男女 两性关系的言论 比如他说 男性一旦有钱 你可以变换着不同的姿态 玩女人 想怎么玩都可以 《引得骂战》进一步升级 最终导致了引火分身 自己的作品 被大量女性观众抵制 如今在豆瓣上给坠续 打一星和五星的战争 还在继续 这样一个话题度 比剧情本身 更吸引眼球的电视剧 引发的讨论和争议 早已脱离剧情本身 本剧作为一个下饭清洗剧 诽谐搞笑的部分还是有的 但原著作者 不尊重女性的言论 也是把上钉钉的事实 至于熟是熟非 以及要不要看这部剧 小编就交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自行判断好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